在韩国演艺圈中 除了本身就是演技专业的演员外 近年来也有许多是偶像 甚至模特出身的演员 这些有着交好外形和亮眼外貌的模特们 为了开拓演艺之路而开始试镜 挑战演技 最后成功转型成为优秀演员 今天盘点了12位模特成功转型演员的韩国男星们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人吧 1.李珠赫 在韩国演艺圈中 某一天猎王来到我家门前 和还有明天中饰演男二的演员李珠赫是模特出身 2006年 在fashion show Long Costume 以模特身份首次亮相 2008年 于实际节目 7 Models 逐渐斩怒头角 直到2010年出演电影 伊帕内玛少年后 才开始以演员的身份活动 他与同为模特出身演员的金英光 金宇冰 洪宗玄 盛俊 是至亲 5人被称为模特界的复仇者联盟 2.金英光 金英光也是模特出身 2006年 在首尔 Question Long Costume 06.07FW 作为模特出道 2008年 先后为Alexander Vivian Villian Westwood等品牌走秀 更成为Dior 首位亚洲时装秀模特 2008年10月 金英光则通过电视剧 《他们的世界》饰演英雄 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3.金宇冰 身高188公分的金宇冰 相信大家看到他的身材比例 就能猜到 他是模特出身吧 金宇冰从2008年 开始模特工作 2011年透过PBS特别剧《白色圣诞节》 以演员出道 后来陆续出演绅士的品格 给《美丽的你》逐渐打开知名度 之后在凭借学校2013 继承者们树立匹刷坏学生形象爆红 人气急速飙升 2022年 因比烟癌而停摆演艺事业多年的金宇冰 魁为六年底 以我们的蓝调时光回归小萤幕 演技备受大众肯定 4.洪宗璇 若说到模特出身的演员 当然不能少了模特界的复仇者联盟的洪宗璇 洪宗璇在2007年 透过2008SS12时装周 以模特身份出道 因出众的外貌受到瞩目 2008年 洪宗璇以电影恋人们正式进入演艺圈 之后再多部作品如 My Lady爱你又 暴力罗曼史 月之恋人 步步惊心 立等担任配角 2017年开始 陆续与王再相爱 我世上最漂亮的女儿 绝对搭领担任主演 5.盛俊 盛俊在2011年 之前以模特的身份进行活动 2011年通过TBS电视剧 Drama Special 白色圣诞节 以演员身份正式出道 后续透过多部作品如 对我说谎试试 摇滚吧 画美男等累积人气 并在2012年 凭借沼泽生态报告书 获得 KBS演技大赏特别企划部门 男子新人奖 后来也主演不少知名韩剧 如《需要浪漫3》 《恋爱的发现》 《海德》 《哲吉尔与我》等 盛俊在宣布结婚生子 和经历了当兵 退伍后 在2022 2023年 接连以韩剧 《Illand》 原来这就是爱啊 回归小荧幕 6.李忠世 2022年退伍的李忠世 也是模特转型演员 相当成功的例子 李忠世在16岁时 就登上了 Soul Collection的舞台 成为Soul Collection 历史上最年轻的 时装男模特 2010年 李忠世出演 《检察官公主》 和《秘妮花园》后 因高挑俊秀的外形 受到大众的关注 之后2012年 凭借学校2013 高男顺一角而爆红 打开知名度后 李忠世陆续主演了 多部电视剧如 《听见你的声音》 皮诺丘 《搭配六两个世界》 《当你沉睡时》 罗曼史诗别测附录 《黑话律师》等 步步都拥有高人气 信看演员的实力 也获得观众肯定 7.男祝贺 说到模特出身的演员 相信不少人 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男祝贺吧 男祝贺2013年 参加了十二胡锡艺术 使用专门学校主办的 模特大赛 9Elite Young Model Contest 获得第一名后 与K Plus签订了模特合约 彭年在2014SS Collection Sung ZOM时装秀舞台 以模特身份出道 2014年 男祝贺因出演 AKMU乐童音乐家 歌曲200%的MV而受到关注 并在同年 出演电视剧《圣余公主》 正式以演员出道 2015年 男祝贺以学校2015的 韩以安逸角而人气高涨 并陆续主演了 《乐之恋人步步惊心》 B 举重妖精金服珠 耀眼 Startup等作品 2022年 男祝贺主演的25 21更让他的演艺事业 再度派上高峰 演技也受到外界的肯定 8 孔刘 身高184公分的孔刘 早期因优秀的外形 身材比例 而担任服装模特 2000年进入Net公司担任 VJ影像骑士 后来在2001年 以KBS电视剧《学校4》 正式以演员出道 2003年 孔刘凭借Screen或SBS演技大赏新演奖 2007年 主演《咖啡王子一号店》 获得NBC演技大赏男子优秀演技赏 当时《咖啡王子一号店》 在全亚洲掀起追剧潮 也奠定了她在影视圈的地位 退伍后 孔刘主演的电影《熔炉》 《失速列车》 与电视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都非常有人气 让她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 9 编又西 演员编又西2010年时 以模特身份出道 并在2015年 以模特身份登上FW男装秀 编又西自2016年开始参与戏剧演出 并在2017年 与知名演员公司BH娱乐签订了专属合约 后来陆续参与多部作品 《如加油吧!危机机2》 请输入检索词 www花档 朝鲜婚姻介绍所 青春记录 花开时想月的演出 2022年 编又西主演的原创爱情电影 《20世纪少女》 因新颖的题材 吸引了许多观众 也让她的人气急速上升 另外 她将于2023年 在《大力女子都凤顺》的续作 《大力女子江南顺》中 担任主演之一 让许多剧迷相当期待 10 安仔贤 演员安仔贤于2009年开始时装模特的工作 出现在许多时装秀 杂志社论和广告中 2013年 安仔贤接拍《来自星星的你》 饰演女主角千颂一 全智贤饰演的弟弟千云才 正是以演员身份 且出演的第一部作品 就让她爆红 之后 安仔贤则陆续主演了《吸血鬼医生》 《灰姑娘与思奇事》 再次重逢的世界 《 Beauty Inside》 《有瑕疵的人们》等作品 不仅是作为模特和演员 安仔贤也因为在综艺节目中的繁转魅力 获得许多人气与观众喜爱 11 李光珠 大家可千万别以为 光珠只是个喜剧人 李光珠在高中一年级时 就与模特经纪公司签约 参加时装秀 后来进入东亚放送大学 放送演一科就学后 渐渐对演技产生了兴趣 李光珠在2008年 以KTF Show20岁片广告出道 2009年拍摄 NBC日日剧 穿透无顶的High Kick后 开始为人熟悉 2014年他在没关系 是爱情啊中饰演 患有妥瑞症的角色朴朱光 精湛演技 让他入围了韩国电视节 男子优秀赏 演技受到大众好评 并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续李光珠也接演了 Live 杀人者的购物目录 我的特级兄弟 老千 独演杰克 等多部知名作品 12 李敏昊 李敏搞会 进入演艺圈 也是凭借着逆天身高和颜值 在中学时期走在路上 就被心探相中 开始偶尔兼职当模特儿 也会参加一些试镜 到高二时 才认真考虑演艺圈这条路 Starhouse娱乐的社长张英勋 甚至说李敏搞的眼睛 美丽又会笑 是那种谁现了都会觉得 会成为好演员的那种眼睛 李敏搞成为演员后 风靡了无数少男少女 甚至成为大家心中公认的男神 但其实他小时候梦想 是成为一名足球果手 李敏搞从小学 就开始在韩国足球果手 车饭跟门下进行学习 也很受教练的赏识 他也曾说过 当时比赛全年级 没有人能赢他 而他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像朴志欣一样的足球选手 不过之后在某一次比赛中 李敏搞意外受伤 导致胳膊骨折 李敏搞的爸爸 也希望他可以更专注于学业上 便没有继续练习热爱的足球了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足球果手 但是他也靠着出色的球技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配角 在电视剧中 秘密花园扮演足球选手正式出道 也成为他在演员这条路上 很重要的角色 回顾李敏搞演过的经典角色 似乎从来没有穷过 不论韩版A四花样 男子中霸道贵公子巨峻表 继承者们深情的财发继承者 还有The King 永远的君主 骑着白马的大韩帝国皇帝 到薄金哥成功翻身的商人 李敏搞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贵气的王子气息 其中在韩王讨论 跳选希望有生之年 能在韩剧中看到的角色中 网友更表示 希望可以看到贫穷 担心搅不出房租 边吃过七三角饭团 边搜寻打工讯息的李敏搞 超有趣的发言 也可见李敏搞的贵公子形象 实在太深知人心了 以上就是12位模特成功转型演员 韩国男星的整理介绍了 看完之后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要转型成功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相信他们一定都下了许多功夫 才能有今天的好成绩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未来会带给大家 更多怎样优秀又精彩的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